对 宏益做得事过分 可不管怎么样最后我阻止他了 你难道就不能看在我的情面上 看在我为你受伤的情面上 你原谅他吗 为什么非要这样 为什么非要抛弃我们 甚至你要抛弃罢了 三三 三三 你到底怎么了 是什么迷入了你的心窍 你醒醒啊 三三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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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说什么呀 谁抛弃你们 谁要抛弃你们了 你不是要跟我们 断结一切关系吗 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你好傻呀 大姐 你在说什么 那个声明不是你发的 是我发的 当然是我发的 我也真的决定 要跟你们断绝关系的 但那一切都只是 做给别人看的呀 我对你们的心 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跟你长了十九年 洪玉拉着我的手 长到了十六岁 我怎么可能因为 被他对我开了枪 就不认他了呢 我这个人你知道 即使他不认我 我还是会认他的 即使你们所有人都不认我 我还是会认你们 我不认你们 我抛弃你们 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有可回的地方 可认得人吗 那就等于把我的心 都摘走了一样 你在说什么 我 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是最好的办法 也是保护你们 最好的机会 现在的我是什么人 文化专人也好 秦善小姐也罢 总之是汉奸 是遭人痛恨的人 洪玉能拿枪对着我 一定也会有别人会这么做 我担心他们会对我下手无果 把仇恨转嫁到你们身上 我不愿意你们因为我连累 我不愿意因为我 让你们受到伤害 你相信我吗 这篇声明就是在告诉大家 陈墨玉自行负责 一切与陈家其他女儿无关 陈墨玉的所作所为 是被陈家姐妹所唾弃的 你们跟我不是同样的人 只有这样 你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呢 大姐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正是因为爱你们 从心里担心你们 才想出这个办法的 你以为写着几十字的声明 我心里就不痛了 虽然离开你们不再往来 让我很心痛 但是 却可以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让我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这是我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你骗人 你骗人 你骗人就撒谎 这是什么最好的办法 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非要离开 为什么非要把这个狗逼声 为什么非要当狠奸 为什么 我告诉你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轻狱 但是大姐你要发誓不跟任何人说 轻狱是北平政府的危险人物 她刺杀了唐浩文 也是上了军统黑名单的 所以我的这个决定也是非常危险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我的这个动机 恐怕我也会 我发誓 你说 大姐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话了 还记得 那天我交辞职书回来 又被胡适群叫回去了吗 那几天我帮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忙 为此 江市长非常感激我 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 在那儿 我在他们的机密文件里 看见了轻狱的通缉令 北平政府对军统的人 一定是要赶尽杀绝的 唐明山会直接负责这些行动 后来他们又劝我留下来 但我想 如果我在 或许我可以及时地得到一些信息 或者我能在关键的时候 救轻狱一把 甚至救轻狱一命 在和洪玉离开 何久轻狱一命的选择中 你说我还有别的选法吗 所以 我必须跟他们走得很近 我必须成为他们的自己人 我答应他们给我安排的一切工作 我选秦山小姐 我做文化专员 我帮助他们给日本人献媚 你以为我愿意做汉奸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是个遭人痛恨 遭人唾骂的事情吗 但这一切跟我二姐的性命相比 又算什么呢 我是欠他一条命的 我是欠他一条命的 你记得吗 所以现在 即使用我的性命来报答他 我也不觉得可惜呀 所以 这个选择是非常危险的 我不能跟任何人说 因为这是要杀头的 我现在告诉了你 大姐 你可以相信我了吧 可如果你要是牺牲了自己 你又救不了秦玉怎么办 你付出了这么多 如果都没有结果 那会怎么办呢 那就是命 我认命 这一切你为什么 不早一点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能早一些知道 我们就不会误会你 你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 洪玉她就不哭 何必呢 除了让你们也跟着担心难过 替我委屈 还有什么意义呢 天大的委屈 我一个人扛 所有的骂名恶名 都由我来承担 我不要再打赏你 再赔上洪玉 你们是清白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伤了洪玉的心 我想她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但我没想到 她会这么痛恨我 也没有想到 还是连累了你 对不起 大姐 还好 一切还来得及 所以我发了那篇声明 帮助你们继续清白地活下去 大姐 答应我 就这样让我走 否则前功尽弃 你们的危险 是我心肩上的一根刺 你们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会让我痛彻心扉 我不怕洪玉误会 我只求你们安全 大姐 答应我 不要怀疑 永远相信我 我答应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对不起 三三 真好 能把话给你说清楚 你知道我多少次 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们之间没有抛弃 我们之间没有抛弃 不可能抛弃 我们是最最亲爱的姐妹 我们心里知道 不管有多远 不管能不能再见面 我们都会彼此牵挂 彼此珍惜 我爱你们 你们也爱我 你们也爱我 这就够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沐浴这样绝情 确实连我也没有想到 可是已经成为现实了 别太伤心了 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他跟你说了没有 什么姐妹师母 这从何而来 是洪玉开的枪 洪玉想杀她 她知道了 所以她放弃了调查 可这断绝关系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你别再问我了 我不能说 散散得太难了 太委屈了 我宣布一届北平小姐比赛 我宣布一届北平小姐比赛 冠军得主继终日亲善小姐 陈墨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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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丁茂川公馆的人认出 这个人就是海员俱乐部密会时 为他们做服务员的女人 这绝对不可能 海员俱乐部我的去过 我看到 我确实没有看到那个女服务员的样子 只看到了一个背影 她是看到我就走开了 海员俱乐部的服务员是北平警察局真选出来的 都是唐明善的人 据说第一个服务员是在工作的时候被水烫伤 才换成了这个女人 那 又有什么必要换成她呢 你会的时候一直说的是日语 而陈茉玉听得懂日语 北平政府的人想知道会谈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派了一个懂日语的人来偷听 你 现在我明白了 唐浩文的离奇死亡 一定是北平政府暗中勾结了北平军统 借盗杀人 可是北平政府和北平军统是不可能合作的呀 那你怎么解释 重庆政府跟共产党的合作呢 唐浩文投靠我们 无论对江朝宗的北平政府 还是对重庆政府 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只要有共同的利益 有什么是不能一起合作的呢 我都相信有一天 重庆政府会跟我们一起合作 对付共产党的 解释了 这就是我在想 陈茉玉到底帮了江朝宗什么忙 让江朝宗对他又封关 又许愿的 对了 梁君 你的好奇心 总算是满足了吧 相反 我的好奇心更大 怎么又是他 这个女孩子好像是无处不在呀 记得孙芳 Pfuch 记得孙芳的事情里 他就出现过 唐浩文的事情里 他又出现了 这应该就是巧合吧 当然是巧合 但是在这两个事件当中 共产党 地下党 是得到最大好处的人 陈茂玉跟我说过 他这次留下来 不是为了他自己 什么 你觉得他是共产党 这个想法确实有些大胆 是啊 所以我更好奇了 现在胡适群拿不定主意 是在市民中心连续开展 中日亲善报告会更有意义 还是让我寻回劳军更有意义 其实他就是算不准 怎么样才更讨日本人欢心 他让我也想一想 你觉得怎么样 才对我们的工作更有利 你觉得呢 我还是不太会想 我觉得在市民中 连续开展报告会 更像一个汉奸的所为 你说过 谋略继承 以我现在的身份 我应该想汉奸所想 做汉奸所做 我应该想要做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为基础 当然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可是 我们毕竟不是汉奸 在市民中开报告会 现身说法 具体又明确地悬扬亲善 不管出于任何动机 都是切实的汉奸行为 这会遭到所有有良心的 中国人的唾骂 所以 这种事情一定要杜绝 做我们这样的工作 有的时候 既要做得要像一个汉奸 同时 又不实施汉奸的具体行为 我明白了 就像你那样 那这么说 我应当去寻回劳军 劳军团给日本士兵演出 我只是以青善小姐 和文化专员的身份 带队出席 这个沿途 会了解到日本军队 很多驻访和动向的 具体情报 这些情报 都是根据你 非常非常需要的 而且 是外人很难掌握的 那好 我明天就去告诉护士群 我愿意参加劳军 我就告诉他 我们应当以具体的行动 表达青善 我会说服他的 赛赛 寻回路上 会很辛苦 而且会穿越战区 这很危险 顾不了这么多了 顶着一个汉奸的头衔 如果不能取得 最好的情报 这样的牺牲 才真是没有意义 每次ably有点 东西 中央社训 以亲善小姐陈茉玉为团长的 被 就有话 大哥 你不是 还不过 把自己的 什么 你 有 令人 你 听到 我 希望你 当我 需要 我 想 我 谢谢 他 这次的行动 由我亲自组织 您回避 您回避 没这个必要 他可是你亲辈子的 妹妹 你怎么组织 你的职责 是指审查计划 但不参与具体的行动 如果组织就是违纪 就要受到处分 更何况 你的安全 才是我们最需要保护的 这次事出有因 我会向上级请示的 请示什么 请示要求陈卿玉回避 因为这次的行动对象 是她的亲妹妹 荒唐 阻止行动 是我的职责所在 她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她咎由自取 而且我一定要亲自动手 她认贼作父 得陈家所不齿 我要清理门户 清理门户 不是说得那么简单 很痛苦 我感受到了 她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也有责任 爸爸让我看好她 我没有做到 我没有做到 所以我宁可她 死在我的枪下 也不愿意她死在 别人的手里 她毕竟 是我的亲妹妹 妈 我知道您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你 你就滑滑墨浴吧 你看她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现在 谁也救不了她 你都辛苦了 好好好 几位 辛苦啊 谢谢 好 怎么样 这一楼还是有点事 还挺好啊 不过还是有些危险 有的时候还是你害怕的吗 就是啊 好 我们都在准备一下 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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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们这一趟循回 到底有没有什么效果 效果显著 怎么个显著法呀 龙颜大悦呀 老板 岂止是老板 还有皇军北支那方秘军的司令官呢 寺内授医 是啊 她还特地把老板找去 夸奖她为终日亲善所做的努力 那就好 那就不枉我封餐露宿这么多天了 所以说你三小姐 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我们不是去三通会吗 去封泽园 老板要在那儿为你接风洗尘呢 下午三点半左右 她读出六国饭店 在门口买了张报纸 然后坐红毛车来到台积厂的电车站 大概四点钟有个女人也来到了电车站 两个人一起在这里站了三四分钟 然后电车来了 她就上了车直接回到六国饭店 我们认为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他们终于绷不住了 要露头了 这个女人查了吗 正在查 还有这个照相馆 在查清楚之前 给我盯死了 是 本来我们还有一站就是到广陵慰问的 结果车开到雨县的时候 我就开始拉肚子 吃药都不见好 就在雨县住了两天 结果就传来消息广陵开火了 我的天哪 幸好我拉肚子 要不然今天就不能坐在这儿了 北越地区仗打得非常激烈 陈小姐受惊了 陈小姐请 走 我们这一路危险归危险 但安全还是没大问题 宝贝 这 宝贝 听大的好消息啊 怎么了 我们发现了军统在北平的根 请坐 好 走走走 讲讲 自从上次唐浩文事件以后 北平的军统全都进入了折服器 所有的联络点都关闭了 所有的联络人也都停止了行动 可是我们丝毫没有携带 果不其然 他们终于绷不住了 我们跟着他们一个联络员 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和秘密的地点 什么人 都是自己人 说下去 就是杀死唐浩文的凶手 那个女人 陈小姐 一路辛苦了 这几天好好修整凶手 莫英小姐 你可为咱们文化处 成了大光了 不好意思 请等我一下 好 小姐 您需要点什么 丝线 蓝的红的白的各一流 多少钱 一流一个大字 一共三个大字 有纸笔吗 把这个送到这个地址 越快越好 不用找了 跟那位先生说一声 红丝带买不着了 红丝线行不行 谁啊 先生您好 有一小姐 让我把这个送给您 这姐还说了 红丝带买不着 您开红丝线可以吗 好 谢谢您啊 没事 秦玉他们现在非常危险 唐美善掌握了他的情况 可能还有他们的那个交通站 你能够通知他们吗 有没有什么快捷的办法 要非常快 再这么着 也得报请商机机关的批准吧 便通一下吧 或者同时进行 我们所有的行动计划 必须要报请商机机关的批准 这是我们这些敌货的情报人员 必须要恪守地组织程序 某玉同志 我提醒你 你现在的行为 已经超出了你的工作范围 请你保持冷静的情绪 下部威力可以吗 这是清玉 她是我姐姐 相信我 我一定会尽快的 相信我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的工作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家人 在情感之上 我们还有更广泛的利益 相信我 巴尔 芽 今天是您的忌日 原谅我不能回家击败您 但你知道 我没有一天不再想着你 我知道 你是一直在看着我们的 求你保佑清语平安 保佑她尽快得到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你好 陳專員 您的電話 一個女的 謝謝 你好 我是陳茉玉 是我 今天是什麼日子 你應該知道 出來見個面吧 我知道了 我正有急事找你 我現在就有空 好 中午十一點半 北海九龍平 不見不散 我知道了 好 對 情況有些緊急 我明白你的意思 照我說的做 跟大盤走拋了頭 省得吃虧 掌櫃呢 您朋友托人送來北書 說讓你好好看看 朋友 爸 謝謝 好 教同展暴露 清玉暴露 速作打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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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聽我說 我正愁不知道該怎麼找你呢 我早就跟你說過 不要跟著那群人做罕見 你知若望聞 后来你答应我离开 可是你又骗了我 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越走越远 秦云 别叫我 现在我奉命执行任务 我去跟爸爸说过 我说我会亲自动手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有 我约你见面是想告诉你 你暴露了 可能还有你的那个联系站 你是在车站跟人联系的时候 被发现的 不说这么多 总之情况相当危险 你们要赶快想办法 不要再回家 还有那个联络站也千万 不要再回去 别再怀疑了 我不会骗你的 我就在师傅里工作 我有渠道得到消息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那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我只担心你的安全 给我一个能迅速 联系到你的办法 算了 要快 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走在这条路上 总是有人拿枪对着我 我跟你说过吧 二姐 我一直觉得 我会死在你的枪下 这也许是这种结局里面 最好的 真的 真的 其实我这一生 是因为你该缘的 因为我你变成了个汉奸 看你 这么说话真不像个姐姐 好了 开枪吧 早开枪 也早离开 好 好 好 姑娘 和你那只一样 你 你不要管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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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好 我知道了 护玉 护玉 怎么了 大姐 护玉中站了在医院 那又有什么 她需要输血 大姐 这个人已经跟我们断绝关系了 走 我死了吗 没有 你还好好的 好了 不说话了 医生说你流了好多血 要好好静养 是洪玉给你输的血 对 是我 可你不要以为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情意 没有 我欠你的我得还 这是个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 准确地应该说是 两不相欠 无情无义 我答应过大姐不去伤害你 所以从今往后 杨关到独木桥 我们各走各地 不需要 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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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尔默 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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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不重要 那他中枪又说明什么呢 说明 他不是接受 重庆明令的特务 不是重庆的特务 也就是说 沉默欲绝 不是有点什么身份背景 我们对他的怀疑 可以解除了 可以解除了 谢谢 我认为是这样 不是重庆的人 就一定不会有 其他的身份背景吗 会不会是 阳安的人呢 我认为是这样的 只能在一起 我认为我 真的是 剩下残缺的情 让生命去回到所有离居 我手上 像人浓浓 忘不了你 生死相依 我和你 看过你 都成荒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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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 看过你 看过你 像心中泛起的涟漪 随风去 却流下 有种空空的心 让他慢慢忘记了情 草莓的背影 像洞鸟飞过的登记 我宠迷 这剩下残缺的情 让生命去回答所有秘句 我双双 笑脸浓浓 忘不了你 受此相依 爱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是幻灭 闷雨冲冲 泪雨茫茫 闪不如停 且有灰烬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梦里 我双双 笑脸浓浓 忘不了你 受此相依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幻灭 别我双双 笑脸浓浓 忘不了你 受此相依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梦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